纽约证件交易所收盘螺声响起 交易员欢呼 美股四大指数周三全面收红 道雄指数大涨349点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双双涨幅超过1% 台积电ADR也上涨了2.39% 收贷155.58美元 创历史新高 美股收红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劳工局公布 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3.4% 月增率从0.4%降温至0.3% 显示通膨缓和出现曙光 而华尔街关注的核心通膨率 年增率为3.6% 是三年来最低的一次 除了通膨数据放缓之外 美国的失业率与薪资成长也好转 不过一般民众仍然对荷包缩水很有感 根据金融网站BankRay的调查 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 现在对小费持负面看法 不过另一派认为应该由业主支付更多薪水 这样消费者就不需要付小费 如果你想提高所有食品的价格